从医说的胃气是指人体的防卫免疫体系及其功能, 而子虚之气才是单家修炼到神仙境界才拥有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护身胃气。 只有陈道者可以感受到。 好,各位朋友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心灵侦探陈师兄来给我们像侦探破案一样的来破解内经浮。 上次我们讲了这个尼丸宫,也就是我们这个松果体, 生阳府也就是我们的葱慧穴, 以及这个九封山,也就是我们头顶的几个重要的学位。 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讲一讲九封山下的老人呢? 好的,今天就从这个老人说起, 给大家破解这个白美老人到底是谁呢? 而他又住在那边干什么呢? 清空版内经图中九封山的图柱的左下方标注有白头老子眉垂地几个字。 字的下方有一个身穿道袍, 合法童颜的老者专座于谱团之上。 这位白头老子是谁呢? 其实答案也很明显, 他就是写《道德经》的老子。 他也是被尊为道教的创始人, 而成为道教的最高神。 哦,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破解一下啊? 那么王重阳啊, 在这个地方画下了老子的形象, 他是有什么含义呢? 好的,经过这么多年呢, 许多修成的丹家也破解出了其中的含义。 第一呢,是白头老子, 他含有炼神环须的意思。 由于上丹田呢, 是丹道修炼炼神环须的地方, 寻都脉上升的精气入脑后, 经一粒术, 也就是我们的松果体的点化, 之后成为纯阳之气。 前行至冲会穴, 并不断地聚集, 最终下至神庭, 再入印堂, 从而完成炼神环须的过程。 白头老子所处的地方呢, 正是神庭与印堂之间。 白头老子, 剩下有一个金黄色的圆球。 这个圆球代表的就是, 炼神环须后产生的金丹。 第二呢, 垂眉代表, 丹道修炼时要闭目垂眉。 丹家认为闭目垂帘有助于绝念静心。 而具体闭目垂帘的方式, 有多种说法。 有的人认为闭目的时候应当登山闭漆。 有的人认为不应该闭目, 而应当垂帘, 就是让上眼皮向下围垂, 已有一线白光, 却不能清晰变物维度。 已有人认为垂帘与否皆可, 总之就是轻松地闭起眼睛, 但不要全闭上, 好, 就像佛祖如沙相的眼睛一样, 留一条缝就可以。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轻松闭眼, 如果全闭上不行吗? 现在的医学证明, 人睁开双眼时要消耗人体的四分之一的能量, 而完全闭上双眼也是会消耗能量的, 所以轻松地垂帘闭目才有真正的养神之功。 有的人睡觉的时候, 眼睛没有办法完全闭上, 那就是真的放松了。 而单到修炼中, 这种做法, 它的目的就不仅于此, 其实垂眉是练养精气神识之所必须的。 当我们一阵劳累之后, 有时会感觉到体力透支而浑身无力, 头昏眼花等等现象, 此时如果闭上眼睛休息几分钟, 再睁开眼睛, 并会马上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这种人人几乎都会的休息方法, 就叫闭目养神。 研究表明闭目养神放空你的头脑, 也就是一种静坐冥想的状态。 对于脑力工作者, 尤其是长期专注使用眼睛的人, 非常有好处。 常有打坐静坐习惯的人, 晚上的睡眠质量也会比较高, 很少会做噩梦。 闭目养神可以说是解除疲劳、 恢复体力最简单又最有效的休息方法。 以闭目静坐来养神呢, 可以利用工作或学习的奸续来进行。 最好选择的是安静的地方。 对于失眠的人, 失眠时如果静下来闭目养神, 有助于入睡, 当杂志纷扰、心神不宁, 心中受了委屈或是怒火中烧、 气氛异常的时候, 或是感觉到挫折或不幸而心怀忧郁、 悲伤、失望、空虚、 烦乱的时候呢, 静下心来闭目养神, 放空头脑, 再搭配复式呼吸, 就会让你精气充沛, 头脑清晰, 情绪稳定, 精神症作, 信心也能够复生。 所以即使是不从事小周天修炼的普通人, 有闭目养神的习惯, 也会受益无穷。 如果在闭目养神静坐时, 也进行小周天的修炼, 那么养神的效果就会更明显。 这个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呀, 我时时刻刻都忘不了要闭目养神。 那么这个白眉老子还有没有什么跟我们修炼有关的知识点呢? 是的, 在白雲罐板的内经图上, 白眉老子没垂地的左边标注有, 若向此拳玄惠德, 此拳玄外更无玄, 只是个字。 那这句单诗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道德经里面说的玄之右玄, 众庙之门, 与这两句单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有些人将玄之右玄, 众庙之门, 解释为玄妙中最玄妙的, 是开启宇宙万物的大门。 而对于单道求脸来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 当清静至极点, 才是所有玄妙产生的大门。 这里的玄字是玄静, 极静, 清静的意思。 以义礼而言, 则因静极而动生羊。 羊代表生命, 所以万物皆从因与静中产生。 以生活日常而言, 我们只有静心专注的做事才会成功。 以单道而言, 不静心律神, 电脊足迹, 根本无法进入单道修炼的大门。 而这句单诗, 同样说明的是这个道理, 清静无为是道家理论的核心, 内单修炼者如果不进入清静大帝的状态, 就永远属于门外汉。 而清静满的内经图里, 没有若向此旋玄慧的, 此旋玄外更无选这句单诗, 而是在这个地方标注了夹己双关透顶门, 修行进入此为根的单诗。 咦? 那为什么这个白云灌版的内经图, 它不完全按照如意管的单诗来翻课呢? 白云灌版内经图的这句单诗, 其中有五个玄字, 另外一行的人来看是觉得更有玄虚, 你会不到争议, 而清静满的内经图里, 这句单诗就很容易让人领悟出单道修炼的偏激, 而我们将两图的单诗结合起来, 就可以更完整地看到此处的争议, 也就是在晋级入定的状态下, 修补亏损使精气充足以后, 然后一引精气过威力关后, 冲过甲己关、预整关, 再上到聚峰顶, 也就是我们的后底穴, 再到达冲慧穴, 这便是单道修炼的根本入境。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个秘密是破解了以后呢, 是不是就可以修炼出子虚之气了呢? 好,我们就来聊聊内经读中的子虚之气。 子虚之气呢, 它指的就是单道修炼成功后出现的护身胃气, 它便是道家所说的无上子虚之气, 它不同于中医所说的胃气, 中医说的胃气呢, 是指人体的防卫免疫体系及其功能, 而子虚之气才是单家修炼到神仙境界才拥有的, 力量非常强大的护身胃气。 只有成道者可以感受到, 当你修炼过一阵子, 打开潜意识中的超感官能力, 你也可以感觉到或看到某些老师身上有这样的护身胃气, 其实人的身上都是有能量场, 国外的克力安摄影是可以拍到人周身的能量场的, 这个能量场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 情绪状态, 能量状态, 而像有修为的人呢, 可以看到他有金色白色这样的气场, 人间最高的修为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紫色啦, 再上去其实还有其他颜色, 只是在这个维度呢, 我们的眼睛就无法成像了。 哇, 有这么神奇吗? 人体潜能这个部分, 能不能再多讲一点? 这个还是之后在麦伦克的时候呢, 我们讲打开人体潜能的时候再说吧。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是要讲都麦与任麦要相交了呢? 是的, 青宫板内镜土的头部左边标示有都麦两字, 所指的便是自九峰山处向下延伸的一段彩虹一样的丝带, 而都麦两字标示的地方, 就是都麦的终点, 也就是银礁穴。 内镜土中的都麦, 起始于下丹田, 然后经阴阳悬踏车, 进入尾履下关。 上行经命门, 夹起中关, 至御枕上关。 在御枕上关的地方有一条枝脉斜杀入脑, 主脉则是冲过御枕上关, 至聚峰顶, 然后再经过御罗销台, 冲会穴等等, 再到达法际县的神庭穴。 内镜土中九峰山最左面山峰下面的彩虹, 它的起始处就是神庭穴所在的位置。 这条丝带自神庭、金、印堂、鼻尖、仁中, 最后到达我们的银礁穴。 银礁穴其实就是我们口中, 上面两颗大门牙, 牙根底中间的位置。 而多麦两字图柱的下方有韧麦二字。 在这个图柱的右边, 有一条与多麦相似的彩虹。 这个图案被预示的是我们的韧麦, 而韧麦两字所标示的位置就是韧麦的终点, 沉浆穴。 沉浆穴就是我们嘴唇到下巴的凹陷处, 这就是沉浆穴。 任麦的经济通路呢, 本是至腹中至慧麦穴, 上行至其中, 然后入胸中再上至沉浆穴, 上淫交处。 而道家的单道则按照异学中的阳顺阴溺的原理, 所以修炼时要一饮经器, 顺行于总督诸阳麦的督麦, 然后再逆行于总督诸阴麦的韧麦, 这样不断后引上升之精气, 在前宋下降之精气,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小周天的循环。 所以到这里呢, 内经途中的精气至都麦终端迎胶穴, 经过舌部的传导, 而降至韧麦的沉浆穴, 然后经连泉穴向下至十二楼台, 也就是我们的喉管, 再降至肺、心、脾、肝、肾之后归入下丹田。 这一过程就是单道修炼的环须合道阶段, 精气或精丹降至下丹田, 便算做一次周天完毕,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下一次的周天循环了。 这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说说老子下面的僧人呢? 没错, 我来为大家破解一下这个碧眼狐身手戳天吧。 其实呢, 那个碧眼狐身与白头老子必须一起解读, 碧眼狐身一词源自于碧眼狐儿, 古人行文时有对账的习惯, 所以单诗中以白头老子对碧眼狐身。 就其耕源呢, 是在西晋的时候, 天师道的祭酒王福塞, 他委托了老子之名, 写了一本《老子化狐经》, 认为老子出寒谷观后到天主转世为佛主, 老子化狐之说呢, 最早是出现于东汉时期,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 为了在中国立足, 佛教必须与中国的传统信仰相结合, 便依附于皇帝老子的神仙术, 所以老子化狐说也被写进后汉书 与三国志等史书当中, 后来随着佛教势力的兴盛, 佛教开始排斥老子化狐说, 佛道之间的势力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西晋时期呢, 老子化狐经出现, 佛道两教的争辩, 然后就更加的激烈, 佛道双方进行过多次的辩论, 都想给对方致命的打击, 但最终也没有分出胜负, 直到原始祖乎必烈, 于公元1285年下令峰会, 道藏为经, 所以化狐经就作为首要的销毁对象, 这本书到这个时候才亡译, 但是由于白头老子与闭眼无耳这个传说, 所以道家丹师以白头老子对闭眼无声, 既符合了对象的要求, 又消弭了佛道之真, 反而表达了佛道合一的思想。 哦,是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白头老子与闭眼无声的关系跟来源, 那么这个闭眼无声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经过许多成道者的破解, 得出了内经图中的闭眼无声首托天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闭眼无声含有环须合道的意思, 闭眼无声上方的黄色金丹便是须, 他透过闭眼无声的接引而最终归于下丹田, 这便是环须合道。 第二,闭眼无声首托天代表单道修炼的上雀桥, 一引经器过都卖三观时舌顶上二, 叫深雀桥, 一引经器仍任卖下降至下丹田时缩舌吞叶, 使舌尖离开上二, 叫降雀桥。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人体有上雀桥与下雀桥之分, 也就是上雀桥指我们的舌头, 下雀桥指我们的慧音穴。 上下雀桥在单道修炼中需要紧密配合, 以此产生经验与经器。 当上雀桥提升的时候, 下雀桥要下降, 上雀桥下降的时候, 下雀桥要上升, 这一生一降之间, 体内便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我看这个图中写着这个降桥, 没有写升桥, 难道是忘了写吗? 内经图里面没有升桥的图柱, 是因为闭眼乎生首多天的图柱呢, 其实就已经表达了升雀桥的含义, 降桥的图柱没有对应的图案, 但是因为画师没有办法用一幅图, 再来表达这两种含义, 而降桥两支的左边是闭眼乎生, 右边是一个方形的水池, 池中有一个桥下边是任脉踩线的末端, 这里预示的是当舌部将精气传导至沉浆穴的时候, 应当降雀桥使舌间离开上颚, 同时翼饮精气至舌根下的唾线处, 此时会满口生津, 接下来将口中的经验徐徐厌下, 同时提纲翼饮精气向下入我们的下丹田。 那么这个水池又代表什么呢? 好,我来给大家破解一下, 降桥屠柱右边的这个方形水池呢, 就是指我们的舌下拓线啦, 方形水池中间的桥呢, 就是我们的舌下系带, 一座小桥将方形水池一分为二, 其左边的水池呢, 叫做金金, 与人体金外穴的金金穴相对, 而右边的水池呢, 就叫玉叶, 与我们人体金外穴的玉叶穴相对应, 金金穴与玉叶穴呢, 是口中金叶的泉源, 金叶是保护口腔的天然屏障, 金叶充足呢, 不但可以保持口腔卫生, 减少口腔炎的发生, 还可以促进受损的牙柚质的脆化, 从而预防蛀养。 此外呢, 口中的金叶自消化到降下, 可以使所精之处都得到滋养与清洁, 还可以帮助肠胃对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因此单道修炼家便将口中的金叶视为养生之宝, 每当金叶满食就徐徐吞下, 而不是将其吐出。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好, 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今天说的白眉老子, 闭眼狐生, 也就是闭目垂眉, 还有行小周天时, 任督二脉教育我们的沉江雪石, 上雀桥升降, 也就是舍顶善恶与放松, 产生的津津欲业, 对我们人体的帮助, 希望大家对之前的课程也多复习, 自己多练习, 找找感觉。 好的, 我们一定会持续练习的。 好, 谢谢, 谢谢徐师兄,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朱老师, 大家下次见。